对不起 天生 天生 你不要离开我 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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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救我 楚乡 天生 天生 楚乡 殿上 殿上 楚桥 殿上 楚桥 殿上 天上 殿上 楚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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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韵谷施主 苏大侠情况怎压 施景大师 楚桥他快不行了 你赶快去弄桶冷水来 快点 快点 好 楚桥 楚桥 你要挺住 楚桥 你一定要挺住 水都冰成热水了 我 我现在实在是没办法了 阿弥陀佛 这苏大侠就救得了什么病啊 水晶师傅 他是中了毒 我们从来没见过的毒 也不知道是什么毒啊 水晶师傅 你替我照顾楚桥 我到镇上走一趟 好 你快去吧 哎 若是伤寒打摆子 病人会忽冷忽热 你刚才说用了所有的药都不能退烧 这病就不好说了 你可别跟我打马虎眼 哎呀 我哪敢跟您打马虎眼啊 我把纸伤拔的祖传秘方都给了你 我还跟你打什么马虎眼啊 我跟你说 这个病 你能治得跟我走 不能治 你也得跟我走 哎 你这个老太婆 从来都不讲理 看来你徒弟的病 那是没得治了 你 你说什么 我是说 你徒弟的病我治不了 那你说谁能治 谁能治我哪知道啊 我徒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以后你别想有好日子过 哎 等等等等 你等等 你刚才说你徒弟中了鬼子的毒 我看 也许杨大夫能治好 杨大夫你也信 是吗 不不不不 病急乱投医嘛 那你说 杨大夫在哪儿 杨大夫是没有 不过大台县 有一个刘过阳的西医 办了一个什么诊所 哦 济民诊所 你去找找他 听说他治好了不少疑难杂症 救了不少的人啊 那他叫什么名字 哦 想起来了 他叫 蓝庭 蓝净庭 蓝花的蓝 他在大台县很有名望 当地人都称他活菩萨 你去了 一打听就能找到他了 行 那我就到大台县走一走 哎 你不能一个人去啊 你要带上你徒弟 人家见不着病人 怎么给他看病啊 嗯 谢了 好 不过por 对啊 我有剪门 不过二 演 privileges 看病人 宋静 不过一瘦 来 那各自知道 来 走 上面催得很紧 所以这次 我们必须逼着它 尽快把病毒搞出来 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 是啊 必须 不然的话 我们回去是无法交差的 回来了 不好意思啊 让二位久等了 子安 到外面去守着 没有我的吩咐 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是 二位怎么到这儿来了 归田大佐不是说过 不让我们在这儿见面吗 可我们要是不来 归田大佐恐怕要扛我们脑袋了 为什么 为什么 五天后皇军要开赴前线 可我们研制的五号病毒和血清 一点进展都没有 这两样东西 是皇军在开拔时一定要带走的 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只知道 皇军给我的期限是两个月 现在我们只剩一周的时间了 我只剩一周的时间了 幸亏我已经有结果了 你得到成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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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喜 两位请跟我来 两位请跟我来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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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 博士 用手一声 快 十二号全身出血 这两个人 右边这个 是二十七号病菌的受体 但没有被注射血清 而左边这个 是七生二小时之后注射了血清 请你们二位看看他们的区别 救命啊 救命啊 不要靠近 怎么 你的二十七号病毒具有传染性 是否具有传染性 现在还在测试阶段 这些标本注射过病毒吗 十个小时 此时病毒已经在他们体内大量繁殖 通过血液进入内脏 毛细血管已经开始发生病变 但是从外表却丝毫看不出来 四十八小时之内内脏就会全面衰竭 皮肤会出现红斑 如果七十二小时之后 还不注射二十七号抗军血清 这个人就会全身溃烂 必死无疑 体温有变化吗 体温应该在三十七度左右 之后的二十四小时之内 体温会迅速升高 现在这个标本的体温应该在三十七度六左右 那这个标本是否已经痊愈了呢 准确地说它是在全面恢复 它是在皮肤溃烂之前注射了血清 现在身上的轻微红斑 就是痊愈的征兆 因此足以说明 我们的血清效果非常好 以目前实验品的数量和痊愈率来说 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有效 而且迅速 好 安静亭 你的成功为我们大日本帝国 摆脱在目前中国战局的困境 起了重要的作用 归天大佐会十分欣慰的 你的产量可以达到多少 二位 请跟我来 请问一下 特别 请认识 那你怎么让人以来 治疗必要提颜? 这哪一家的产量 使用病毒 突然能病毒 发生出更多 两千只这样的培养剂 这些病毒随时可以投入战场 如此看来 归田大佐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这些血清是同步生产的吗 是 随病毒培养剂同步培养 而且我已经储备了用于治疗 皇军士兵意外感染的血清 两千多只 蓝博士 你为大日本帝国 为天皇陛下的伟大事业 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我相信 天皇将授予你樱花勋章 你死后 你的名字将进入帝国神社 你是大和民族的英雄 当年美国人 让我为美利坚合众国贡献学识的时候 也这样说 他们说是为了全人类 还说我也能成为英雄 可是我不想要 寻张 英雄 对我没有诱惑力 我只希望 你们能兑现你们的承诺 等我最后实验成功之后 让我和英子团聚 这点你放心 军部一定会遵守承诺的 他的宫主席 宫主席 教主席 好 宫主席 他很重要 他在家里 这是哪里 所有人都能不能 那这个大小的 对 已经过了 给他 争论 另一个秘密任务 难道是把27号病毒 放在了这个里面 没错 别人办不到的事 我办到了 不可思议 简直是不可思议 原来病毒是在这里面 尤喜 其实很简单 我只是让那些做钢丸的人 在钢丸的炸药外面 做了一个加层 那效果如何呢 效果 现在正在测试当中 不过第一批钢丸 已经投入使用 谁在使用这种钢丸 这个嘛 就只有归田大佐 一个人知道了 好 好 放到储藏室 千万要小心 好 你先把掌握了 好 好 好 宋舍姐姐 宋舍姐姐 我师兄怎么样了 先别着急 一会儿我再给他检查检查 那你等什么呀 快点检查呀 皇营长 咱们现在休息一下吧 不用了 我不要紧的 以你现在的身体情况 必须得休息 大哥 休息一下吧 是啊 好 那我听你的 就些十分钟 不能多的安慕 好 全力配 走吧 来 慢点 大哥慢点 蓝兄弟 你和柳兄弟 先去警戒 好 贤妃 你去旁边休息一下 我有话要和小忠说 有什么我不能听的 快去 听话 走吧 走吧 放开我 黄院长 你还在发烧 不要紧 我跟你说 你并没有度过危险期 小声点 如果你今天晚上 不注射血清的话 你就活不到明天早上了 你真是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 你 你说的是一般人的情况 我内力好 我能控制住病情 是 我知道 如果你是普通人的话 你早就 黄院长 我不能再帮你撒谎 你必须要注射血清 好 我注射 但是我必须看苏姑娘的情况 要是她需要血清 我们可以再想别的办法 想什么办法 你可以造血清 还是能找到鬼子 造血清的地方 可是我不能看着你死 那我们看着苏姑娘死 你应该有更高的觉悟 和股权大局的意识 你明白吗 我看着你死 就是股权大局 不是看着我死 是死亡面前如何选择 小姐 小姐 我详细换了你 你的选择和我一样 大哥 天虎回来了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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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我没事 那边情况怎么样 没什么异常情况 鬼子应该还不知道苏姑娘的下落 我是担心 云姑带着苏姑娘到处求医问药 要是苏姑娘种的是鬼子的病毒 不可能不惊动鬼子 大哥 你放心吧 我想云姑还是有警惕性的 对啊 柳兄弟 大哥 你说 你带着雪妃 马上赶到下留安 告诉云姑 在我们到达之前 一定不要带着苏姑娘外出求医 是 雪妃 我们走吧 师兄 不能让她自己去吗 不行 执行命令 是啊 雪妃 大哥和钟姐姐照顾 没事的 我 走吧 来 扶我醒来 大哥 您身上怎么这么疼 我没事 钟姑娘 大哥到底怎么样了 大哥 你放心吧 今天晚上 我一定会再给他注射一支血清的 走吧 我们走快点 天黑之前 应该能赶到下留安 走了 好 走 走 走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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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娘 你是来看病的吧 请问你是兰博士吗 我不是兰博士 我是兰博士的助手 我叫环子安 这姑娘的情况不太好啊 我们是来找兰博士救命的呀 大娘 你别急 先把病人扶进去吧 来人呢 帮忙把病人扶进去 来 来 来 慢点儿啊 慢点儿 来 小心点儿 小心点儿 来 小心点儿啊 来 坚持一下啊 马上就到了 来 竹桥 你可要挺住啊 大娘 你先稍等一下 我去请兰博士来 来 竹桥 竹桥 你可要挺住啊 蓝博士 有病人 是 一个很特殊的病人 怎么特殊啊 走 看看去 好 大娘 这就是兰博士 兰博士 活菩萨 你快救救这孩子吧 他已经昏迷了一天多了 而且 肾子烫得很 什么药都吃了 就是不见效 而且越来越严重了 大娘 先别着急 让我先看看病人啊 啊 病人 是不是受过什么外伤啊 病人是不是受过什么外伤啊 大娘 你得跟我说实话 要不然我无法给病人确诊呢 子安 你先出去一下 好 大娘 现在这儿没外人了 有什么话你就大胆跟我说吧 他是受我外伤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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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施主找谁啊 我们找云姑 二位是 我们是苏鼠桥的朋友 我姓穆 原来是穆姑娘到了 苏姐姐她现在怎么样了 她的情况很不好 云姑带着她去大胆县城了 什么 什么 她 她去找哪位医生啊 听说是刘洋后来的洋医 叫兰博士 兰博士 我先去大胆县城找他们 你在这里等大哥他们 好 拿着 进去吧 请 本来她受了这些外伤 肤穴经创药就能治好 她的烧自然也就退了 可是 我用尽了办法 就是没有效果 我也试了用中医去毒的药 也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我怀疑 是不是那小鬼子的肛丸里面 有中医治不了的毒啊 按她现在昏迷不醒 高烧不退的症状来看 的确是中了毒 而且毒素已经进入内脏了 小鬼子真是可恶啊 兰博士 老百姓都说您是大善人 化陀在世 您 您可一定要救救她呀 大娘你放心 为人仪者自当尽心尽力 兰博士 您是西医 那您知道 她到底中的是什么毒啊 这个 暂时还不能确诊 得要等到抽血化验之后才能知道 抽血化验 大娘 抽血化验是西医确诊病因的方法和手段 没有痛苦 只是需要点时间 那需要多久啊 两天 这样吧大娘 你干脆把病人放在我这儿 这也方便我随时给她观察和确诊 那我可以留下来陪她吗 这个 好吧 我特许您留下来 子安 子安 是 让小美安排病床 准备给病人抽血 去吧 没想到 你竟然是二十七号病毒的第一个实战实验品 我可是太需要这些资料了 你来的可真是实验 你来的可真是实验 好 大娘放心 等化验结果出来之后 就知道病因了 好对症想要 南博士 要是这两天她的毒性蔓延那可怎么办呀 这两天 我会暂时用常规的解毒和退烧药 以阻止她病情的恶化 写样才好了 好 赶快送到化验室 就是我说的 让她们把工作全放下 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知道结果 好 知道了 姑娘请进 云姑 穆姑娘 她们在里面 请进吧 好 好 云姑 雪妃 你怎么来了 蓝博士 苏姐姐呢 好 在里面 来 见过蓝博士 蓝博士好 你好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我就给病人开点药 你们聊 你们聊啊 您忙 走 到里面去 来 云姑 苏姐姐怎么病得这么厉害 那女鬼子的肛丸里面有毒啊 是属疫吗 不是 现在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毒 你怎么来了 那黄英仗她 我师兄怀疑女鬼子的肛丸里 有属疫病毒 留了两只血清给苏姐姐 看来 苏姐姐是不需要了 那黄英仗她人现在在哪儿啊 他们现在都在赶往咸刘安呢 对了 我师兄说了 不要带苏姐姐出来 万一碰上鬼子就不好了 刚才有人偷听 不会吧 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 我呀都打听过了 兰博士她可是这儿的大好人 大善人 老百姓啊都说她是活菩萨 在这儿啊应该是没事的 病人该打针了 啊 没错 大佐 这确实是二十七号病毒 所导致的全身性感染 而且那个老太婆还说了 她是被皇军的钢丸所上 所以我可以决定 这就是我在实验阶段 唯一一个带军火体 这个人现在在哪儿 啊 我把他留在诊所了 让他 住院之了 很好 你要想办法留住他们 如果他们要走 你也不要阻拦 只要知道他们的裸脚点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明白了吗 是 我知道 再见 给我见神谷将军 陈娟 陈娟 绝对不能把苏姐姐留在这里 这里不安全 有我在这儿 谁敢动她 陈娟 苏姐姐是杀鬼子的英雄 鬼子要知道她在这儿 一定会派众民来抓她 你一个人 能挡得住千军万马吗 还有那个蓝博士不是说要化验吗 咱们带苏姐姐先走 等化验单出来 等我师兄确定这里是安全的 我们再带他回来 你看怎么样 那走吧 那走吧 好 博士他们好像要走 什么 走 大娘 蓝博士 您这是要走吗 鬼子到处找我们 你这人来人往的 我们在这儿不安全 看来这姑娘是不放心我呀 不不不 蓝博士 您可千万别误会 您是大好人大善人 我们对您是一百个放心 这是这日本鬼子 你追得太紧了 我们是怕连累你呀 可是 病人的情况很不稳定 需要按时打针吃药的 既然二位要走 我们也不便强流 大娘 要不这样吧 你们住哪儿告诉我 我可以上门救诊 蓝博士 您可真是个大善人哪 我们住在下 不用蓝博士上门 你把药给我 我们有人会打针 好吧 子安 去开两天的药给病人 这 去啊 好 这位姑娘说得对 现在兵荒马乱的 这小日本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来我这儿搜八路 回家是安全得多 不过大娘 病人要是出现高烧不退 或者休克的状态 你一定记得把他送回来 知道了 不是 这是两天的药 好 早晚隔一针 化炎结果后天出来 到时候记得把病人带回来 好的 我们先走了 好 记得打针啊 不是 他们会不会是发现了什么 报告 进来 阁下 山沐 我们的老对手在大台 黄明峰 目前还不能确定黄明峰 是不是在那里 但可以确定 女妖和那个老太婆在 女妖是中了我钢丸中的 二十七号病毒 她还没有死 她是去看病的 正好找到了二十七号病毒的 制造和研究者兰靖庭 这么巧 知那人常说 无巧不成书 但我担心的是 这不一定是一个巧合 难道 他们还另有目的 我们在大台 有一个细菌制造和研究基地 而主要研究者就是蓝靖庭 她是个刘美博士 当地人都叫她蓝博士 目前她以行医做掩护 目前她以行医做掩护 同时寻找合适的知那人做活体研究 到目前为止她的工作非常顺利 深得当地知那人的拥戴 他们都叫她活菩萨 这么说 女妖去找蓝博士 有两种可能 一是慕名前往 二是他们很有可能 知道了我们在大台的 细菌武器研究基地 便已给女妖治疗疾病为掩护 刺探情报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们不仅要消灭洪明峰他们 还要尽快地转移基地 对 你首先要搞清楚他们的真实目的 如果你确认基地并未暴露 那么你就一定要尽全力 消灭黄明峰一伙人 但如果你要是发现基地有可能会暴露 而黄明峰一伙就是冲着基地去的 那么你必须保护基地的安全 并将他们迅速转移 以基地安全为首要任务 对 在保护基地安全和消灭黄明峰一伙同时 首选是保护基地安全 属下明白 属下马上前往大台 等等 是 山目 你的特别行动队人员补齐了吗 齐了 多谢阁下关照支持 来人 在 乔本和世川到了吗 正在前缘待命 告诉他们我马上就到 是 山目 为了确保这次行动万无一失 我从军部给你调来两个人 别小瞧他们 他们可都是各自存有异能 我领你去见见他们吧 是 嗯 这位就是山目少佐 你们各自报上自己的姓名 是 乔本次郎 军阶中佐 世川游记夫 军阶中佐 你们两个虽然都是中佐 但是进入特别行动队以后 一切行动都要听山目少佐的指挥 知道吗 是 乔本 你先开始展示吧 是 山目少佐 在您的身后 正有一个端茶的少女向您走来 呃 向 Civ模 搭着你 红 многоiger饭 依旧员 这么 extended 人经过 去看看 是 干什么 走 快走 你们抓我干什么呀 放开我呀 走 放开我 老实点 放开我呀 快走 放开 你们抓我干什么 快走 我是冤枉的 快走 我是冤枉的 我什么坏事都没做呀 你放开我吧 放开我 把他带下去吧 快走 走 走 不要 不要啊 走 你会什么本事 石川君 你会什么本事 山木少佐 请看那边 右边那个人说 他未婚妻没子 两个月没有来信了 左边那个人说 信可能丢了 不 他一定是跟别人跑了 别胡思乱想 他以前就和他的一个同学好过 你会读淳语 是 那两个人过来 是 你的未婚妻是叫梅子吗 是不是 是 她已经两个月没有给你写信了 是吗 这 回答我 是 那你刚才是怎么说的 我说 说 对了 我说信可能去丢了 我说不是 我说她肯定是跟别人跑了 我劝她不要胡思乱想 可她说她的未婚妻原来就跟她同学好过 我们 是不是说错话了 你放心 你的未婚妻一直都爱着你 你在前线奋勇杀敌 她会为你感到自豪的 是 没事了 你们下去吧 石川军 乔本军 你们正是我需要的人 愿为山沐烧走效劳 多谢神谷阁下 多谢神谷阁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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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